这颗片就是咱们这个山上储存粮食的就是用这种棒子做 它这棒子全存到里面这样就天然晒干了 而且这棒子也坏不了 前面这还有这木头的特别结实都是 这真的是在城里见不到的东西 全是棒子啊这里面全是棒子 也就是咱们说的玉米 可能我们这边都叫这叫棒子 大家好我是黑哥 这一天不沾昏星黑哥就胃里有点受不了了 今天到咱们山上的老公家里买只公鸡回去做个炖鸡吃 我看这鸡我能抓到吗 看这公鸡全是散仰的多漂亮 这鸡都不发人都挺好抓的 一天一天他跟着人跟他打脚刀了 他就不怕 把它拴出去行是吗 今儿也撑好了七斤重 这回去也能好好的吃一顿了 今儿已经处理好了 拔毛拔了个八小时 拔的是黑哥现在有点小心黄 现在我把它剁吧剁吧 看这鸡肉多肥 光这翅膀上的肉就这么肥 鸡肉多肥 鸡肉全部做好了 黑哥先把它焯一下水 水已经烧上了还没开 趁这个工夫我把配菜处理一下 家里还有这山腰带 也就是土豆 我们这边都叫了山腰带 一会儿鸡肉里面炖点山腰带 好吃的配菜洗好了 这水也烧开了 现在我把剁好的鸡罐焯一下 还有这鸡筋子鸡心鸡腰子鸡肝 全也焯一下水 里面来点去形三件套 这个鸡的血放的不是太干净 那会儿我杀得生 你看这鸡皮都是发黄的 金黄金黄的 炒好的鸡罐盛出备用 接下来我把这配菜也处理一下 土豆切成滚刀块就可以了 稍微打点吃得过瘾 葱白切成小圆丁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炖鸡要用到的香料 炖鸡的料特别简单 就是咱们家里经常用到的花椒 大料香料桂皮白纸甘椒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现在开始操练 起锅烧油 锅中倒少许菜籽油 油温四五成热 将各种料头倒入锅中 这时候油温不能高了 要慢慢的把它这个香味煸出来 葱姜香料全部爆出香味后 将炒好的鸡块倒入锅中 大火翻炒 把它炒香炒匀 鸡块已经煸炒了两三分钟了 现在在锅中加三勺黄豆酱 继续翻炒 慢慢的将这黄豆酱的香味也炒出来 现在黄豆酱已经炒香炒匀了 现在在锅中加适量的清水 没过鸡块即可 锅中加适量的老抽蒸色 再来适量的生抽提鲜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锅已经烧开了 现在在锅中加少许的白酒 这起一个压心增香的作用 现在盖上盖子让它再酷度五分钟 鸡块炖了五分钟了 现在在里面加适量的食盐 这个酱里面本来就有盐味 这盐再适量的加一点就可以了 咱这走地劲肉质比较紧致 还需要做炖一会儿 现在盖上锅盖让它再炖上半个角 做到这炉子边上 按说应该挺软和 这下午又起小锅了 你就有点冷 去把棉袄穿上 黑格又泡了一把咱们这个山上特有的松针蘑菇 这就是咱山上的野蘑菇 现在已经这是夏天采的已经晒成干了 现在黑格把它泡一下 拿水一焯放到这个炖鸡块里 马上那个鲜味就提升上来了 这种蘑菇外面可是买不到的 只有咱们山上有 鸡块又炖了快两小时了 给咱们看看效果 这糖汁已经瘦了一半了 现在我把它松汁蘑菇夹到里头 这个松汁蘑菇拿水泡了以后 又拿开水煮了一下 再加最后一锅菜就可以了 这锅菜烧完了 把这个皮菜炖精就完全做好了 烟熏火了的 现在我把这土豆也下到锅里 土豆好熟炖个十来分钟就OK 再把葱段辣椒一放切花 土豆已经炖了十分钟了 已经熟了 现在我把这个芹菜段 辣椒段还有葱段全倒在锅里 这几样配菜炖至断生就可以了 大概有个一分钟 就大功告成了 出锅 出锅 米汤还里熬上一下 就是烟在山上 马上就下来了 黑客已经等木鸡了 先偷尝一会儿 吃个鸡翅吧 跟着吃吧 碗碗香 今儿个下来碗了 少吃个鸡翅吧 可以说 全头骨了 要炖了一下五 一会儿不行 再来一会儿 太香了 特别的筋道 再来一会儿的松枝蘑菇 这种蘑菇超级的一样 可以让这鸡块儿坚持不抵了 最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再拍下去的话 估计这一盆鸡块儿 全让这个吃光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